差不多了 咱们走着 出花 哇 什么 全是水 来一脚刹车 全是水 看那边流下来多少水 一脚刹车就这么多水 这个下雨天也漂亮 仙气飘飘 仙气飘飘 马沟梁在 马沟梁在 果然是马沟梁景区附近 这个太冷了 我都不想下车 是我看到最火的地方 车都没地方停了 这边停着两辆房车 我先去上边逛逛 回来的时候再看它再停 这边 人漫为患了 玩在下雪 看远处的山 都下白了 这边也很漂亮 这儿的这个地形地貌 特别像那个喀拉斯啊 像不像我们在喀拉斯开的这种路 也是有这样的松林 然后草地 小木头房子 看到没 还有远处的这些 他们这儿的建筑风格 和这个喀拉斯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木头房子 所以说我说这边就特别像了 开始下雨加雪了呀 可以可以 六月份 大夏天 正值夏天的时候 雪岸还能 还能到这么冷的地方来避暑 真是幸福的 看看外面飘的雪 这边好像是不让去了 你看上面写着禁止通行 我们从这边走吧 不去那边 是个啥地方 感觉像度假区一样的 你看一个一个的房子 应该就是这种民宿 果然这边都是开山庄的 但这个路啊 只有主路是柏油路 剩下的全是这种泥路 河天 实在是一点都不想开上去 有个地方掉头 现在往回走了 就在这边玩了 这个地方下雪了 牢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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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从马鞍山上来 来看看 这个地方实际上 徒步也很好 关键是它全部给你修好了 这种木杂道 你去徒步 这样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看这边 群山之间云雾鸟绕 犹如仙境一般 非常的漂亮 就是有点冷 我穿成这个样子了 两件长袖 然后长裤 穿成这个样子了 依然还冷 然后这个雨下的也不小 赶紧溜了 省得到时候还得洗澡 有两辆房车停到这边 好 我们把车停过去 然后在这边 有个好先生汉堡 看 看 他在汉堡做的怎样 把车直接停到门口去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咱去吃个汉堡去 想要吃那口咸 刚才吃的太甜了 很难受 请戴好口罩 看看他这 是这么小一个店 你好 你好 30块钱 脆香 脆香鸡腿宝 要个脆香鸡腿宝 对 脆香鸡腿宝 33块钱的汉堡已经拿到手了 现在准备回房车吃 因为房车还有一罐可乐 咱们是能节约就节约啊 干嘛在这点一个十多块钱的 十多块钱的这个喝的 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这边的物价实在是有点贵啊 咱们看看这个汉堡到底是啥样啊 它为啥吃33块钱 除了景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外 看它会不会有些什么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好一点的 就比如说东西多呀 分量大呀 哦 它这个汉堡的分量看起来 还是可以的 还算是可以的 和肯德基差不多大 好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可乐给拿出来 吃汉堡得配可乐嘛 好 再来尝尝它们的味道怎么样 小人闻到饥饿的味道 想吃啊 一会儿给你吃啊 它这个味道还可以 我觉得 就33块钱 有点贵了 你不吃啊 嗯 你不是要吗 它烫了 快快快给你丢到这边 你自己去吃吧 小子那眼神让我望远 望远欲穿 吃饱了 喝足了 咱们 去前面的大峡谷看看去 哎呀 这这这这 粽子不能当饭吃 再也不把它当饭吃 当成个零嘴可以啊 比如说晚上饿了呀 当个小零嘴吃吃 是可以的 饭这个东西是当不了的 所以说我爱吃咸粽子呢 就是一个咸粽子就能解决的事 这个甜粽子却解决不了 嘿嘿 到了 看这 看这雨下的 我都不想下车了 这雨下的太大了 这雨下的太大了 过马路 来看看这边的美景 漂亮吧 我待会要拍个照 哇哦 从这角度拍下去 哦 好漂亮 云雾缭缭了 哇 扛不住了 这雨下的有点大 来看看现在有个麻烦的事 我说去巴里坤嘛 它这边没有一条舒服的线路 它335国道好像是在 这里在施工 不通 走331国道的话 500多公里 9个多小时呢 走高速路 高速路也是要7个小时 从新京高速绕到连货高速 然后又回到 这个335国道 然后去巴里坤 这就有点尴尬了吗 你看 它这个时长需要 8个小时 然后咱们看看啊 比如说我们去 哈密的话 你看 去哈密的话 才7个半小时 比去巴里坤还要 还要用时还要少 所以说 要不这次就不去巴里坤 去巴里坤 它要路了 太绕路了 我们还得走一个241省道 241省道 又绕到这个连货高速来 因为那边不通车 绕下来就正好过了土鲁番 过了散散 然后走连货高速到达这边 那实际上这个路程有点远了 7个半小时 怎么样也得两天啊 天哪 这个咋整啊 要不咱就走着 在这个241省道上 咱们看看有没有好的驻车地 在那边停 开车出行 累了困了 可东鹏特意 现在这个都居然有点帮了 前往哈密市 全程509公里 大约需要7小时24分 毕竟晚上10点19分到达 共有十分五区 三点钟了 过车较多 请小心驾驶 说在这玩一下 但是你看这个天气 我已经没有什么兴趣 再玩下去了 又冷 又夏的雨 再玩下去了 再玩下去了 再玩下去了